充电器 然后这个是今天 好运给了我啥 然后乳琴给了我啥 你们那期开始不是怎么样 也很好笑 具好笑 哪一期 那个约会 看西洋 别说别说 我还行 然后我不爱看西洋 那我们现在开始看吗 咱们走 那顿真的是 咱们在里面吃的最好吃 最后的 全是 那个时候我老想调动那种悲伤的气氛 对 结果你就一直调动 没调动起来 然后还有Q就是什么印象 什么的贼伤感 对 但是我们一点都低沉不下去 主要是这个舞太幸福了 就是那个裙子 第一次约会的裙子 真的吗 就是那个你不可以拒绝我的裙子 给王哥来一块 好甜 给王哥来一块 我还是地菜那个人 你怎么把那个大姑娘里面一个虾夹出来了 不是 那个虾夹给小杨了 现在剩下这个我自己吃了 哦 快吃 快吃 哦 对对对 是的 遗憾就是那天剪刀说不输了 天赢不算赢 天赢不算赢 你吃醋了 都老吃醋了 我们这三个好搞笑 就是我是觉得我们601三个男生 比如说说我们傻呀 那是我们在节目里的冰山一角 还有更傻的是吧 就是还有一个曾哥那个煮粥的那个事件 不知道 就是曾哥的我 我明天早上起来要给好运煮粥 早上六点过就起来了 就下面弄粥 我下面去做饭 就看到那个电饭宝一打开 上面是水 下面是米 是生的 他根本没煮 我还问好运煮粥 你喝粥了吗 但我那天喝上了 对 你听他说完 因为是我熬的 谢谢 为兄弟两肋插刀 拜拜 我这里面挺赚的 吃了晚上早餐 喝了猴煮的粥 我现在还有一个 你说 就是好运吃我蛋 哦 我呀 有一间猴在楼下 我怎么等我 我怎么等我 我怎么到处 对不对 他在等我下来 但是我那天寝得比较晚 然后好像我下来的时候 蛋都被你吃了一半了 对不起 我甘愿当6614傻子 对不起 开心的时候 就是知道 咱王哥爆灯了 当时我真的没想到 所以王爆灯 没有跟你们商量吗 没有 因为当时事发比较突然 就是已经按捺不住了 必须要去 我前一天也想爆来着 因为我在想 如果我爆了的话 那我们难道就有四条手链吗 挺划算的呀 咱就是说告白告两次 这节目组的经费 又得燃烧一次 其实那时候我也想爆灯的 对 就是来不及准备完 因为爆灯的要提前表白 其实曾哥在房间的小屋里面 也跟我们说过 他的一些想法 就是特别厉害 特别牛 真的 但是这确实就是有点 所以我得再准备准备 我觉得当时因为我说我们那个屋子吧 就是大家都在 很努力 可能努力过头了 已经忘了 还有爆灯这个选项 对 他刚刚是感觉还挺 那个 嗨 我叫一 哈哈 我叫三一蓝一 四个字 四个字 哈哈 哈哈 这都能记到 三一蓝一 那应该也有五个字 我还是跳过你一段时间 威廉姆哥哥的 威廉 威廉姆哥哥 起级别哥俩了 哈哈 叫好酸 感觉我刚吃完哈姆多安 所以叫好酸 好可爱 好可爱 时光给予我们最慷慨的规则 就是青春 青春是山清花与然的生命战争 其实大齐那天就是下去 写那封信的时候还醒着 很不想面对 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来这个小屋 其中一大收获 就是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然后包括大齐 就是多了一个大哥哥那种感觉 这里面发生的那些事情 真的只是占了我们关系的百分之 可能0.5都不到 可能出了小屋之后 才是我们真正剩下的那百分之 99.5吧 我对他其实是抱有一种 比较感激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他在小屋里的时候 其实他不止一次的 帮我解过围 很多时候也会给我一种 被照顾到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跟大齐 我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 对对对 我也很谢谢大齐 因为我后来也看了那个 就是从大齐开始做大餐开始 很感谢他的喜欢 转就是说 搞笑男他肯定有爱情的 我一定有姐们觉得大齐太好了 那大家来小屋之前 有没有想过 会在小屋里面 就是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人呢 确实没想过 我就觉得 如果有机会谈恋爱是好的 如果要是没有遇见能收获真实的友情 也不错 反正就是最后结果也就都很幸运吧 同意 就是有期待 但是很难去想象 但是当时觉得会是一个很新奇的经历 然后也很开心 就遇到了都很有闪光点的朋友 然后也遇到了一个就是很 遇到一个 遇到一个什么 哈哈哈 遇到一个Lupi 对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觉得我来小屋还是比较这个 偶然吧 本来遇不到我的 哈哈哈 所以当时是怎么被发现 就是我是在公司楼下 标签的 哈哈哈 溜达溜达的时候 他们了解就觉得节目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来了 你们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可以吐槽吗 可以 那开始了 首先 那屋子吧 它确实不隔音 然后我还能听到他们在那里唱歌 哈哈哈 听你笑了吗 哈哈哈 我们那时候在屋里排练的那个什么 地震修炼手册 这个我到时候可以贡献一段视频资料 他们确实成团了已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屋里有排练 大概夜里一点半两点左右 别听这么听的 哈哈哈 要注意我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唱的最大声 哈哈哈哈 好吧 那我们继续看吧 小屋它更像是家人 就是他们肯定出了小屋会是朋友 出了小屋之后啊 我们俩有一次还单独约了姐姐妹一块去 当今学校看 看舞剧 就是那天 这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就是姐姐她穿的很郁静 因为我很郁静 哈哈哈 那天超好笑 他们三个人都走进去了 我一个人被保安来下来了 你说你一看就不是我们学校的 哈哈哈 然后就因为她我们仨都被轰出来了 对对对 嗯 好经典啊 哎你们发短期的时候都在想什么 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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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有没有犹豫 哇哈哈哈哈 我看你很冷漠啊 怎么会呢 那你呢 你也在观察她是吗 你看她很冷漠 我在看是她先翻 是我先翻 当时我记得剧情初 她拿下来 那个短信一发过来 马上就发了 嗯 我最快的 嗯 表扬你 Yes 哈哈哈哈 老僧跟猴姐 其实那一整天我都是一个老僧入定的感觉 脑袋非常爆炸的状态 好像她把她给吓坏了 那天我的状态 说我脑袋就是很平静了 然后但是她在我对面就是那种 特别孙航不愿意搭理我 我说她不会最后一天变人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大家用一个词来预告一下自己的告白页吧 很有味道 什么味道 哎的味道 哈哈哈哈 哈哈 可以可以 可以 你们哪你们俩的预告一下 首尾呼应 首尾呼应 嗯 嗯 有吗 对吗 是啊 小孙呢小孙呢 又真实又混乱 我也挺混乱 哈哈哈哈 但是但是混乱就是开始嘛 那天晚上结束了以后 就是过了那一关之后 就一下哇 我好像进入到一个 又入定了 写的阶段 星舟一步 万重山 对 一个词 我觉得勇敢吧 纯爱 纯爱 可以可以 我冲锋了 冲锋 勇士 勇士 我那天感觉就是有一个反馈的感觉吧 就之前其实没有太在小屋里表达一些 就是我的感受 然后之前一直就是在讨论一些比较生活的事情 但我觉得那天真的是我很认真思考的 就是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男孩子不错 哇 我觉得我最后说的应该自己还挺满意 我觉得 嗯 让我们期待一下 期待一些第一组 第一组是谁 这是依依姐姐 哇 哇 王大帅 哇 哈哈哈 你还是摆姿势了 哈哈哈 开始 郭怒草 这好像仙女 开始 郭怒草 哈哈哈 哈哈哈 哇好漂亮啊 我一直在想 你一直闭着眼 你一直闭着眼 为什么你那么闭着眼 就认真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不由自主的闭眼 那你考试的时候也闭眼吗 就是你期末考试 完了想不出了 闭上眼睛 想一会儿 要是默写 有一个特别想不起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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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什么表情 哇 很快图形 哇 小提胸 我真的 我以为你 哈哈哈 哎呦 啊 是樱桃 是樱桃 他喜欢吃樱桃 哈哈哈 好甜 我好喝 你也想觉得你眼睛很大 很漂亮 我觉得就是挺喜欢 你这花比较务实 我记得最后我还吃了一颗 甜吗 甜甜甜 太甜了 王种 我好喝 都是儿艺好喝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想送车离子花呢 他因为车离子然后受伤了 就买一点他喜欢吃的 而且也比较有意义 我觉得是 有血的鸡巴 对 因为想让他就是忘掉那些伤痛 你的花在那送你一个花 送我的 我没收到的花 那依依为什么想买花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 很多时候都是男生送女生花 虽然可能有的男生 他们也没那么想收到 觉得这都是没什么用的 今天这次一定给你准备我 你们想吗 想收到 想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事情也是一个互相的玩意 来吧 咱们看吧 诶 诶 找谁要扣你 我也扣一下 紧张吗当生 老不紧紧张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